所以大家說 共軍軍演大家也不樂見 但是你應該去指責是中共這邊 怎麼會指責民進黨這邊 國民黨難道現在的態勢 是搖旗吶喊幫中共來助政嗎 投降輸一半的概念嗎 我們要請教韻鵬哥 因為現在朱毅倫包括他講說 就是民進黨 害上萬人喪失生命卻不檢討 這個要檢討的應該是中共這邊吧 朱立倫主席是蠻尷尬的 他剛剛高調的訪美在美國之後 他就講說我要親美反共 國民黨的百年歷史都是親美反共 他不是反中是反共 他這樣的一個態度 那回來台灣之後他馬上先親共 那未必會反美了 那朱立倫主席就是 這次為什麼裴洛西來 然後他本來是只有越江西城 倒沒有跟其他再來黨碰面 就是說我也在觀察你國民黨的態度是怎麼樣 那江西城因為 江西城委員因為他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那而且他是前任主席 但是他因為剛反國 他在隔離期間 可是你去看朱立倫主席這樣講 他講的雖然是疫情 但是也是在打擊政府對中國的決心 那江西城就比較妙 他在隔天就出來了 他就開始講說 他就講說在這個面對中國這樣的威脅 他前面也把中國的威脅講一頓 後面就問說蔡政府準備好了沒有 那這個準備好了是奇怪 就是說你在全世界遇到這種鄰國威脅的時候 或者敵對勢力威脅的時候 你去問政府準備好了沒有 就算沒有準備好 我總統跟那個總理跟首相 也跟你講說我準備好了 所以他們這種會倒打一把的方式 那像葉玉蘭 他平常會號稱說 他是警大的老教授 他對這個安全 這些東西 是相對的專家 但他們去跟著這種小粉紅 跟著這些鄉民 去問說發空襲警報了沒有 就顯得你的無知 那的確一般 我們在過去 中國不管是說是飛機也好 飛機的擾胎 或者軍艦 在北方或南方在這邊繞行 通常來說都不會到我們的上空 也不會進到我們的海域 那這一次中國你要去了解 就是說他發射這個飛彈的用意 其實他有兩個不要台灣做的 第一個他沒有要你發布空襲警報 所以他往上飛 他發垂直的 那個也未必是對於陸地作戰用 第二個他也沒有要你攔截 發射這種飛彈就是 我不要讓你做這兩行 但是我告訴你說 我在你的前面上面下面 甚至在你的後方 在你的東部外號都可以打到 他只是要展示這個 他並沒有說要你發布空襲警報的意思 他如果要你發布空襲警報 或者說他要你攔截 他有可能會暴露出他的武器 他有所短 就是說台灣的確 如果他真的來了被我攔截到 他回去怎麼交代 你要發射就要打得下去 真的打起來的時候你被攔截到 那打了有什麼用 那如果他你發布空襲警報 而沒有針對你的 針對你台灣的這個領土 那其實他那個空襲警報是嚇人的 國軍也不能自己嚇自己 所以有一些我們在看到 這事後的這個 事後的這些軌跡圖也好 或日本在前台灣在後也好 我是贊成將軍跟大家意見 盡量透明 因為你會發現說 以前我們對於這種攻擊的擾台 我們也沒有在發布的 後來你會發現美國也跟你發布 日本也跟你發布 現在我們每一次都發布 那現在既然說已經到了 已經到了有飛彈 這種甚至到洲際的這種飛彈的 然後到外太空再下來這種狀況的時候 以後有可能會變成 不一定常態性 有可能會變成說他還會有機會發生 那既然日本會公布了 我們也不能落於他之後 除非你有一些狀況說 我不讓人家知道我抓得到 或者我有一些是事前發射前的情資 如果我講了 我早於日本所講了 我就會某種程度 我會暴露了我的消息來源 如果你這種考慮的話 那大家可以體諒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種考慮的話 是應該是整合了 現在我相信日本跟美國 台灣的資訊應該是 在這種軍事上面資訊 應該可以整合 說大家一起發布 不要變成我們台灣再厚 那個的確會造成大家一點點的 一點點信心上面的落差 因為我們不能去講說 我不能夠公布的原因 所以你只好大家同步來公布 我認為是這個狀況 所以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 這一次我覺得中國 他做這樣的一個威脅 對台灣他會發現說 跟96不一樣是 沒有任何的心理波動 沒有任何的經濟波動 那也沒有任何的說 那個沒有造成台灣所有跟國際盟友上面 對 因為96飛彈危機的時候 剛好我在金門服務 那個時候你會發現 因為我們看不到廈門 對 我們在廈門夜市還造常營業 我們其實是 如果你把那個台灣 我們分成幾塊 關心台灣的我們相同陣營 那個就金門馬祖 我們算前線 台灣 然後跟後邊 包含美國跟日本 你會發現說前線的 我們最不緊張 因為知道對面在幹嘛 對 然後台灣相對緊張 他們的演習比離島還要確實 然後美國比台灣更緊張 那個時候狀況是這樣 因為美國在那種大環境之下 他也不是很方便表態 他會警告 但是他不像現在 連那個航空母艦都來 他的動作有限 但是現在中國在做這些動作 他就發現全世界幾乎都跟台灣在一起 你只能跟俄羅斯在一起 反而中國最緊張 中國他做太多的時候 然後其實其他國家 我們給你的 不管是實質上的 形式上面 任何的警告 其他像日本 那個美國都做得出來 你去看到這種壓力 我們從韓國 尹錫悦總統他選擇說 那我就不要跟裴洛西見面 他先躲起來了 他先躲起來 結果他國內的壓力 逼到他至少要打個電話 然後日本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韓國我可以同理的 因為他第一個 他把台灣當作競爭對手 在經濟上他是競爭對手 第二個 韓國還有一個北韓要處理 他們跟日本比起來相對複雜了一點 所以他選擇這個態度 你會發現說 他還是抵擋不住民間的壓力 他們並不是挺台 至少你要對中國要表態 你不能因為美國來了 因為台灣的關係 你就對中國示弱 這樣子他們對北韓更沒有辦法處理 尹錫悦本來就相對比較反北韓的 但是他在這個態度上選擇你 你等於是不是說你剛好在度假 是你故意去度假 韓國人也不會放過你 韓國人兇起來是蠻兇的 輿論非常的火大 對所以他會付出他剛當選之後 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機跟代價 那就回過頭來蔡總統的這個聲明 他的聲明選擇昨天相對的深夜 白天的新聞我們看不到 這應該也是總統有估計到的 然後也應該跟日本 他們發布這些都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覺得總統他他所強調的 除了說對中國這種不理性 破壞區域的穩定和平之外 其實他有強調就是說 這是一個繁忙的海域 台灣的周邊繁忙也包含中國 這個我們也不能否認 這個繁忙其實影響到了 全世界所有的盟國 所以他也特別感謝了基青 然後一起共同聲明來譴責中國 所以我們現在越來 我們越有把握說 只要台灣有狀況 這些其他的民主國家 是站在台灣這一邊的 以前我們還會迴避一點 因為我們如果提到美國 也不知道美國會怎麼樣 提到日本也不知道日本會怎麼樣 現在我們可以確定就是說 這些國際上面自由民主國家 跟商業上面的同盟 其實都會站在台灣這一邊 所以中國他們的 他們的威脅可能會大 但是他們會越來越謹慎 所以這一次大家不要太恐慌 不管他發布幾個 他沒有要台灣發布空襲警報 他沒有要台灣去攔截他 這個是我們很有自信的地方 所以台灣不受影響 對中國才是最大的威脅 所以他只能去給你駭客一下播個廣告 去罵人家 只是顯示他很沒品 RQ精神這樣子而已 所以中國這個國家 我們不能說他只老虎 但是他現在的忌憚越來越高 所以他打飛彈 要告訴你我的降落在哪裡 不像金正恩 金正恩是隨時就要放一下 大家都事後知道了 相對算理性 可是他的內宣 他們對中國內部的宣誓 比對國際上的宣誓還要重要 這一點從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來 好 所以這個弱者才要打仗 這個緊張的人才會大聲 沒有想到我這次想要嚇你台灣 美國跟日本都站起來 我們要請教約會節 因為昨天突然宣布說 演習結束了嗎 大家也嚇一大跳 因為中國國防部 昨天傍晚就聲明說 中國軍隊說話是算數的 結果算數是什麼呢 解除相關的海空域管制 讓大家說奇怪這演習三天 第一天難道就結束了嗎 而且其實在昨天中午的時候 他們還特別宣布了 有第七號的戰區 可能會試射 所以他昨天還延長了一天 本來說是三天 後來變成四天 很多的小粉紅還很開心 在各個的留言區來站大家 然後說現在三天變四天 你們彎彎要當心 結果沒想到在下午的時候 整個就說了 我覺得其實這個當然是 中國承受了相當大的一個國際上面的壓力 因為他的11枚的這個導彈射出去了以後 那特別是在這個日本 日本給他們這個非常大的一個抗議 我相信這國際上面給他們這個壓力一定是非常 太明顯了嗎 真的是非常明顯 你擺明是從日本而來的嗎 我覺得他是衝著日本跟美國而來 那其實我覺得習近平這次是真的是做的 他本來是透過了裴洛西的訪台 他想要因為這件事情他面子上面掛不住 他希望對中國的內部他總是要有個交代 因為二十大就即將在即 然後北戴河的會議馬上就要召開 他要怎麼安中國內部的心呢 他就希望透過這次的軍演能夠對中國的內部交代 可是他這次的軍演一做出來以後 他沒有想到去促成的是什麼 本來這個美國跟日本跟台灣我們之間的這個聯盟還相對的隱晦 結果沒想到這次習總加速師真的是名不虛傳 他真的是總加速師 讓美國跟日本跟台灣現在不只在軍事上面 各方面的合作現在是完全浮上檯面 所以現在包括這個他的彈著點 然後日本先台灣來公佈 然後這個整個的合作呢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明顯 第二個呢 我覺得這個現在習近平變成金小胖 然後習近平中國這個國家 本來中國自稱自己是一個很偉大的國家 所以我現在竟然是向北韓來學習 像剛才將軍說他現在變成一個習大胖 他現在已經變成是一個國際的麻煩的製造者 像剛才講G7 英國 德國 加拿大 每個國家甚至連印度 然後英國現在年底 他們的國會議員也說要來台灣訪問 裴羅西來到台灣訪問以後 然後再經過中國這次軍演 全世界非常多的政要 急急忙忙的現在希望能夠來拜訪台灣 這個是習近平總加速師他所促成的 這些都是中國在這一次的 裴羅西的來訪 然後中國的反應過度 他所這個始料未及的 還有一個呢 其實我覺得也是講給國民黨的人聽 也是講給國內的這些在地協力者聽 今天一大早曹新城的那30億 我覺得是給台灣最大最大的鼓舞 因為其實台灣現在最需要的 因為台灣過去在國際上面 老實講像個小媳婦一樣 老實被人家欺負 可是曹新城今天他一開始 他的文章就點出來說 他說他或許過去台灣人都好像貪生怕死 然後他認為貪財者可以利誘 怕死者可以威脅 所以不把我們台灣人看在眼裡 所以這一次經過了裴羅西來到台灣 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台灣的重要性 經過了這一次的軍演 台灣人依然屹立不搖在那邊 我們的股市還是照樣的不錯 我們台灣大家粉紅色的衣服買起來 大家男生飛機追起來 這些都證明台灣的社會其實是非常的穩定 而這些都是證明了台灣人不貪生怕死 現在貪生怕死的只有像葉玉蘭 吳思淮 然後這些國民黨的 比如說柯文哲這些人 這些人才是台灣社會裡面的獨流 我覺得透過這一次 裴羅西再加上中國過度反映的軍演 正好把台灣的社會一切為二 讓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好 所以中共本來說演習三天 結果變成三小時就結束了 也讓中國小粉紅大家說 好像在平潭看了一場七夕煙火秀一樣 很精彩 但重點來了 中國這邊還是愛秉住了 所以他們還是話講得蠻硬的 講些什麼呢 中國軍隊說話算術 軍演正哲美台勾連 好說美國跟台灣勾連 但是共軍今天還會演習嗎 其實蠻多人都想再問 我們要請教任俊哥 因為中國官方怎麼樣講呢 中國外交部記者會上面 發言人華春瑩沒有正面回應 只說請你繼續關注中國軍方發布的消息 然後就這樣子了 我認為中國大陸他現在內部也在評估 就是說你現在之前把話都講到這麼重 那你能不能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這是一回事 老實講發射飛彈或不發射飛彈 我對人為對中國大陸來講 沒有那麼的困難選擇 但重點是你打完了之後 有沒有達到你預期的效果 好 比如說你剛剛第一章的那個新聞裡面 講說他是針對美台什麼勾連 勾連 鎮責你們 鎮責的結果是美國告訴你 雷根號航母就繼續留在台語周邊 觀察整個的動態 他有達到鎮責的效果嗎 我不認為 就是說你原先認為說我把這個打 當然他在三個小時之內 你看他確實密集的打了我們這個 東北部兩枚 然後這個西南部兩枚 那另外集中落點在東部的海域 我完全不認為說 中國大陸在這件事情上他要瞄準 或者是什麼的 因為這個東西全世界都在看 他飛彈一打出去的時候 包含日本 包含美國 包含台灣這邊 大家一定都在看 你有沒有哪一顆打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 會不會打出去完了之後 不要講拖把 直接打到打發射出來就掉下來 我認為全世界都在看 所以那一塊我不去懷疑他 但重點再來是 當你今天把這些強硬的態度展現出來 告訴大家講說 我要讓你怕 我要讓你知道我惹不起 那結果第一個我剛剛講 美國雷根號他沒走了 原先認為說雷根號他北上 那今天佩洛西回去了之後 要嘛這個雷根號應該就回去 就跟著走了嘛 就還在這邊 或者他就往南回去了 結果他現在告訴你沒有 美國告訴你他就留在這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要政策台灣嗎 台灣的股市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結果很多的狀況他會發現到 可能你知道我有這個大陸的朋友 前天還問我說 你有沒有儲備糧食 我說儲備糧食幹嘛 他說我告訴你 超商就在旁邊要儲備糧食 他們就會覺得就是說 是不是要很緊張或什麼 那到昨天整個狀況結束的時候 我就敲了他這樣子 我說那 你躲好了嗎 沒有我說我還在 我就跟他說 我就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其實很平時的告訴他 就是說台灣民眾 其實對這件事情 我們理解中國大陸 他這時候有很多的表態 表態就是不見得給我看 是給他們自己的民眾看 你看他民眾大家罵成那個樣子 然後大家一直叫他要硬起來 還包含那個胡錫進 還在說要把那個 裴洛西的飛機打下來 結果到最後什麼都沒有 我認為中國大陸他很清楚的知道 語言上面的這個威嚇是一件事 那你真實要到了這個 你要付諸行動的時候 是第二件事情 你想想看那個海域的部分 包含到現在講說 對啦我們就是繞道 繞道了那些增加的時間 增加的費用 增加很多很多的困難 你認為國際社會會認為說 是台灣裴洛西來了之後 導致他這麼麻煩 還是中國大陸你做了這些事之後 導致他的困難 我認為多數人還是會認為說 你中國大陸你今天這個 你表達完了之後 那你後面是不是該適時的收手 所以我覺得從96台階級 危機回來看的時候 其實它有分不同的波次 它有這個飛彈的 這個導彈的發射 這個沒有問題 這一波已經做完了 那當時在96的時候 其實它的順序也 你知道96也搞很長 你知道嗎 因為那從95年開始到96年 就一直在做 那個時候其實還包含到什麼 你知道 譬如說他在平潭 他在舟山島那邊 就演練他的那個什麼 兩棲登陸或什麼的 那個對國際社會來講 沒有關係 你就繼續軍演 為什麼 那是在你的土地上 那是在你的那一端 對其他的沒有影響 那時候還包含了 那個實體的靜態展示 那我覺得中國大陸 他接下來這個軍演的部分 他如果往 就是比照台北危機的那個 其實對大家沒有產生影響 你一樣表達了 你要表達的那個立場 跟你的態度 老實講 你要講什麼話 我們也干涉不了 那我們只是會覺得說 你在言語上面 這樣對台灣的這種說法 其實是很多人 根本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其實贊成委員一開始所講 就是在這個階段裡面 所有人其實就是在台灣上面 你也不用去分這個 你都面臨到這個狀況了 你還要去跟他講說 哎呦 我告訴你你台灣不行 你怎麼 我覺得反而這種說法 就沒有辦法被自己的人所接受 好所以很多人說 包括中共這一次的態度 他們要做面子 大內宣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昨天 這個演習完之後 他們也立刻釋放出一段影片 我們要請教將軍 因為您是專家 這個影片我看起來 真實性到底如何呢 好裡面說出動了 上百架的各類戰機 包括了這個戰鬥機 轟炸機等等 相關畫面也立刻在央視曝光了 這個是東部戰區 但你看 跟我們過去看到的大內宣影片 其實是蠻像的 就戰機這樣翻來翻去 然後上了幾行字 這個幾行字後字 其實我也蠻會做的 我們就想說 奇怪這個央視的影片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個我不要說 我們信口開合說它是假的 裴洛西女士到台灣來的那天晚上 我講過我晚上一點鐘才睡 因為興奮難耐睡不著覺 我就在我的書桌前面看著天空 突然間我告訴你 劃破天空一陣子 哇一個飛機的聲音 我說哇 殲20來了嗎 對後來還上去看一看 後來我打聽之下 是F-16V 一架而已 一架從松山機場 護衛結束的飛機 回到這個新竹基地要去停 一架而已 我告訴你我以為只有我聽到 全桃園都聽到了 新竹都聽到了 那各位想想看 上百架 在他的東部戰區來演習 金門聽不到 馬祖聽不到 東影聽不到 你以為每個人家裡都裝了 超級的鵝排氣密窗嗎 對不對 當然聽得到啊 上百架耶 上百架是多大聲 大家聽過一架戰機 呼嘯而過的聲音 上百架的聲音 那個是比哥吉拉 一個連的哥吉拉在一起叫的聲音 還要大聲 你會聽不到 所以我講 不要我們打臉啊 我告訴你 中國東南沿海的 居民就講說 有飛機 我怎麼沒看到 我看他們是在搞飛機吧 我覺得現在真的是被打臉蠻重的 因為中共官媒就說 我們精準的命中目標 打擊任務圓滿完成 然後放出這樣的動畫片 讓大家說 好像跟大家想像當中 有點出入 這個畫面曾經在卡通片裡面看過了 唐老鴨要下米老鼠就說 發射飛彈 金總命中 蹦 蹦是自己講的 因為根本沒有聲音嘛 自己配音的 可是我告訴大家 什麼叫勇氣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 人家說美國去哪裡了 來 我告訴大家美國去哪裡 美國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導彈演習的那一天 8月4號 那天的中午12點 大家很緊張說 哇 糟糕了 會不會來 其實不是大家 是我們很緊張 他怕他不來 你知道嗎 講了這麼多消息 如果一發飛彈都沒有打 我們會覺得說 糟糕了 我們被呼嚨了 所以美國也很緊張 美國到這邊來 美國做什麼 他用他的行動告訴你 我真的很緊張 為什麼 這裡是落彈區 大家可以看 紅圈圈這裡是台灣 靠近小流球 這裡是落彈區 一架美國的P-8A空中偵察機 就在12點左右的時候 就飛到這邊來了 這什麼意思 你怎麼沒有落彈 我在這裡 你不是要反制嗎 你不是要反介入嗎 我來介入 那你到底在幹什麼 你到底在做什麼 其實中國一直在講說 台灣不要隨便挑釁我們 美國正在挑釁你 這還不叫挑釁 什麼叫挑釁 你劃的落彈區 美國就這樣子飛進來 請問呼叫習近平 呼叫東部戰區的司令 你在幹嘛 你瞎了嗎 你沒看到嗎 你為什麼不敢打 對 他就不敢打 他就不敢打 等到美國離開了 很久很久以後 他才打了一發 而且打完一發之後 三個小時內趕快結束 大家如果認為 只有一架P8A 不是 還有這一架是從 日本沖繩起飛的 美國RC-135 這多大 霍英737科技那麼大 他從哪裡起飛 他從沖繩起飛到哪裡 到整個台灣東部 給你繞了一圈 那裡有什麼 那裡還有第6第7 他畫了兩個 兩個靶區 我就給你巡視一圈 好像是什麼你知道 好像是管理員 巡視大樓一樣 有落彈嗎 有落彈 報告回答 沒有狀況良好 飛走了 東部戰區司令 看到沒 看到沒 不要只會講大話 不要只會講說 我要反介入作戰 美國飛過去了 美國飛過去 收拾你的參數了 我相信你可能是怕 你的參數被收集了 還是你的飛彈的 點火系統 還沒有整備好 根本發射不出來 各位都在這 那還有最厲害的 雷根號 他在講說 雷根號去哪裡了 你只知道 護衛這個裴洛西 裴洛西走了以後到哪裡了 不要叫 他回來了 他回來了 他把裴洛西送到日本以後 他又整個一個迴旋 回到了整個台灣的東北海域 在那邊等你啊 他說你不要反介入嗎 我很大哦 我不是一艘航母哦 我是一個戰鬥群在這裡 哎 中國看到了沒有 人家在這啊 在這裡啊 所以我講很多時候 中國的解放軍 只會做一件事 叫做走夜路 吹哨壯膽 很多人說 我幾百架飛機 我有幾千輛的坦克 在沿海來這演習 不要騙人了 你們自己的居民 福建的居民就講說 這是騙人的 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聽到 也沒有看到 好所以呢 其實美國日本啊 這一回也沒有把 中共的演習當演習 我們要請教廷懷老師 其實美日呢 這一回已經當成 準有勢模式了嘛 他已經在這邊stand by了 看你中共這邊會 併什麼棒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呢 美日至少六架戰機起飛 那包括剛剛將軍的 像是導彈觀測機啊 還有這個偵察機 全部都啟動了 讓大家說 是不是因為中共 也很擔心 他的飛彈參數 可能會曝光嘛 所以就趕快 我三個小時 急忙收兵 昨天美日至少六架 那今天來講 總共十三架 那包含這個 RCE35S RCE35V P8A有三架 然後E3G U2也來了 然後還有這個 KCE35的六架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這次演習 其實我一直在講 中國真的是 偷機不早18米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引來的 那麼美日的 這樣的關切 而且我覺得 他製造出的 一個政治效益 其實以後 可能中共擔當不起 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拜登來講 從他上台之後 到目前來講 拘售台灣的 這個實質內容來講 似乎跟川普 比起來 是有點薄弱 接下來呢 會不會在 國會的壓力之下 那川普政府 拜登政府來講 賣給台灣更多東西 第二件事情 是什麼 因為你這次射的是 東風彈道飛彈的 那麼多 那大家也知道 剛剛有討論那麼多 愛國者飛彈 是一個防禦型 它是一個 突會型的防禦型的概念 它不能打 那個到太空去的 這種進行 那薩德系統才有辦法 那會不會引起 整個東亞地區 大家每個國家都要 我都要薩德 我都要薩德 不是只有韓國要而已 你實在是因為 韓國的事情 樂天集團 跟中國之間的 這種關係 搞得非常那個 然後文在野 後來就低調 那以習越上來的時候 好像有點隱晦 這樣子 現在因為你這個 造成區域上的 這個緊張跟動盪 變成很多國家 都需要薩德系統 說不定台灣也來 來一套薩德 也不一定 再來第三個問題 是什麼 就是日本 日本的捆龍所 打開之後沒有錯 你就會想 軍國主義 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你把日本惹腦了 現在日本來講的話 捆龍所大開 接下來他要修憲 你讓他修憲 更加順利不是嗎 所以習近平 真的是幫了大家很多忙 因為你 真的是我覺得 他真的不曉得在搞什麼 因為從來沒有做政治判斷嗎 那你日本來講的話 現在國內一股力道 可能會支持這個岸田文雄 修憲的力道更加強化 再來是我們回到台灣好了 台灣雖然國民黨有一些 我講說可能讀書讀太多的一些人 可能搞不清楚狀況之外 其他大部分的民眾 他的心態是什麼 大家都比較是團結一致吧 你會不會感受到 國內的氣氛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 有一個外力的威脅來存在的時候 反而是促成內部的一個團結 它不會讓台灣更加分化 它只會讓台灣更加團結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帶到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彈道飛彈 然後你再加上美日 現在我在認為說美日絕對會有大動作 而且不是只有雷根號回訪而已 你現在來講的話 他當然現在宣布軍演 暫時停止 他其實也不是因為他想要停止 是因為受到國際的壓力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不得不停止 日本就立刻跟你嗆聲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雷根號是返回的 他不是說要往日本的跑 然後返回的 然後接下來來講的話 他們在這裡會提供台灣未來什麼樣的武器 以及這個聯防 你怕我認為連菲律賓都怕 為什麼你巴士海峽去搞菲律賓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在菲律賓未來來講 會不會有美國重返 蘇比克灣的可能性 或克拉克基地的可能性 這些都是一個連動性的 所以我不曉得說 中國他在這個事情上面 而且你看到 王毅跟林芳正沒有見面 王毅跟這個 很多反正就是取消會面的 其實這些人在講什麼 你看我們把整理一張表 你看一看到 安典威脅就提到了 這個中國它是具有威脅性的 然後這個什麼 林芳正講說要求立即停止這種軍演不是嗎 然後再來就是你看到 這個 這個裴洛西到日本訪問的時候 也是持續在強化 台海和平的這個重要性等等之類的 所以國際上的 有人包含 七大工業國的外長會議 包含東協國家的這個 東協很難得 可以發布這樣的聲明 他現在也發布聲明 對也發布聲明因為他知道說這事情一下去的話還得了 整個東亞整個動盪起來 他們也這個沒辦法回避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認為 裴洛西來東亞這一趟有點像照妖鏡 把整個中國他本身來講認為自己好像是一個 這個溫馴的獅子 但是問題是什麼獅子總是會咬人的 所以終於露出你的原型讓大家看清楚你的原型 所以裴洛西這一段行程真的是把中國的逼回他的原型 然後把他打回原型之後呢 讓現在習近平真的不曉得該怎麼辦了 好 所以裴洛西的一趟亞洲行呢 對於美國對於中國來講都有各自的試探方式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共軍這次發射東風導彈 他也知道這個飛彈會落在哪裡 不就是落在日本的經濟海域嗎 那很多人就說這次真的是把日本給惹毛了 你要做一個演習你衝著我而來的 好 我們要請教運鵬哥 因為現在看起來導彈就直接很準 落入了日本的經濟海域 其中四枚飛越台灣 好 日本就說你怎麼可以飛到我這邊呢 我那邊那麼多漁民耶 你還照我的漁嗎 好 結果華春宇立刻嗆聲說 又沒有化解 其實他就是要模糊這個領界的焦點對不對 好 但現在日本防衛專家說 這個飛彈落在日本門口根本不是意外 是挑戰的是故意的 他說針對中國導彈射進日本經濟海域呢 區域之間了解狀況的防衛人士指出呢 中國的目的應該是要分別以壓制宇納國島周邊的雷達 還有對空對海的火力 以及想定攻擊協同美軍的日本船 甚至就是要打宇納國島 他也不認為這個就是個意外 所以這一次共軍的演習其實也對日本是諸多試探嗎 防衛專家當然有他軍事技術上面的說明 然後包含說他在認為說對於日本 美軍在日本是有基地的 他美軍的艦隊然後也好 然後在美軍在日本的艦隊或日本的智慧隊也好 他們有一些狀況是說你已經到了我的本來是我管的地方 那這也是他們偵測得到的能量跟防衛到的地區 那他說他防衛專家說這不是意外顯然是故意的 他也是承認了說的確他們打這個飛彈並沒有打歪掉 你像北韓所發射的飛彈 他們常常在測試說我可以飛得更遠 我可以飛得打得更準 然後我可以怎麼樣 或者說他有新的技術 但中國他們大概對他們來說是 你劃定的區域你也的確在這邊 但是你劃定的每一塊總是有你的目的吧 你除了可以越過台灣之外 你現在台灣的最北邊跟其實宇納國島 從沖繩下來日本的幾個南海的幾個列島 其實跟台灣的海域是差不多接近的 那不然我們也不用在那個釣魚台在那邊吵來吵去了 所以你居然倒到這邊了 你在測試我的防衛區域了 所以你是借題發揮 如果你只針對台灣 那我可能就不會動作那麼大 但是你已經到我這邊了 這表示說你也在警告日本不能把周邊有事劃進台灣 他的周邊其實就是這個附近 他們在警告說你接下來修憲動作 你把你在解釋的周邊有事 是不是包含台灣受到威脅的狀況之下 他也在測試你日本的反應會怎麼樣 所以日本我就反應給你看 我告訴你我知道你打在哪裡 我告訴你這邊是我的區域 我告訴你我就會跟你們的駐日大使 我可以表達抗議 他們就是這些動作都會做到了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中國 他應該是失算 他失算了日本跟美國對這一次的重視 然後他也失算了說日本還真的是很強硬表態 那這些都是這幾年 應該說這幾年這個世界改變下來的必然結果 那當然也跟之前安倍晉三首相他遇到的不幸事件有關 那現在安倍晉三的不幸事當然跟中國無關 但是他所代表的這個對全世界日本的 他們這個日本的位置跟日本應該要有態度 其實他會讓日本重新反省 而不是不是留在安倍卸任那時候 而是留在說安倍對這個世界的改變 他所提出來的觀點跟日本是不是應該負起這個責任 現在讓日本他們必須要在這個態度上所回應 所以這次打到日本去 我覺得華春瑩嘴硬也沒有用 因為他嘴硬說沒有畫 我沒有跟你畫這條線 是因為他把這個地方當作中國要跟日本畫 我當然沒跟你畫 台灣跟你畫的我也不承認了 全世界最擔心的是他把台灣海峽跟台灣作為他的內海 作為他的領土讓世界去承認 如果他這樣的話以後在那邊飛機飛來飛去 也沒有什麼中線的問題了 全世界擔心的是這個 中國在挑戰的也是這個 挑戰了台灣是不是內海化 挑戰日本的周邊有事包辦台灣 所以你看他這次不停的一次被拒絕 飛海峽中線嗎 就是不停在試探你的界線的問題 他不但試探 而且大家想說什麼新常態要正常化 就在講這個 不然我的領土是應該 我的領土好像轉世代都不能灌 這對台灣才是孤立 他測試一下之後他發現說 好像不是這麼回事 所以我相信他很快的民谷收兵 應該也是他發現說全世界的壓力太大了 他再這樣搞下去 他賺不到什麼 台灣的股市也不會因為這樣掉下來 反而是飛機飛不出去 船隻要進運 然後對日本 對其他國家的貿易會因為我的演習而受到影響 全世界的壓力進來 那他還是見好就說那裡面講一講就算了啦 回去小粉紅虧兩下 網路進一進就結束了 對世界來說這一次中國真的 他們吃就茄啦 他們真的吃憋了 然後因為你的強硬吃的憋 反而他在全世界上面的地位 我認為會倒退好幾年 他會讓人家真的是 會讓人家真的是你有侵略的野心 全世界無法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之後 無法接受第二個俄羅斯 然後是在中國出現 好 所以解放軍這一次在測試 那裴洛西的亞洲行也在測試 測試誰是真朋友 你看這個南韓這邊就立刻說我去休假 那日本這邊就不一樣了 因為你看裴洛西現在在日本 那因為了這個共軍演習 你看裴洛西立刻說什麼話 你看日本這邊立刻說什麼話你就知道 我們要請教仁俊哥 因為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就立刻要求中國即刻停止軍演 這話講的其實是蠻強硬的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 美日將緊密合作 好 這個話講的是肯定 具相當的確定 那防衛大臣岸信甫也說 中國軍演極具威脅性 透過外交管道向中國表達強烈的抗議 那包括林芳正本來要跟中國這邊見面 那也沒有見面了 他也說要求中國 立即停止在台灣附近的演習 好 當然這個華春瑩這邊講說 好 中國沒有正式化解 不存在所謂的日本專屬經濟區 我們就說美國 日本這邊 現在全部都在試探 好 包括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七架軍機呢 現在也強化台海周邊的活動 所以不只是雷根號待命 美國現在依然在看著共軍的一舉移動 事實上你看到中國大陸在這一次 把這個軍演的方向往日本這邊推進的時候 我認為第一個他達到的效果就是 他加速的把日本往美國那個方向去靠攏 因為你看到你剛剛提到幾個日本官方的說法 其實他是講說你在台海周邊的活動 他真正的主體還是認為 日本本身是受到了安全性的威脅 那您記得之前在日本在調整他自衛隊的 或者他這個所謂的出動 這個自衛隊的幾個條件裡面 事實上他當時設定了四個目標 四個範圍 就是說我如果在不同狀況之下 我的日本自衛隊必須要進行有一些的動作 其中就包含到日本 其實是本土的領土 或者他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包含到日本他用這個很強烈的方式來表達 希望中國大陸能夠把這個軍演的部分 把日本排除在外之外 你也看到在這一張圖上面 事實上媒體也披露到講說 至少在這個環台軍演的第二天 最少有七架的這個所謂的美軍的軍機 在台灣本島的周邊活動 那你可以看到他整個活動的這個範圍 基本上在這個地方來看的時候 他都沒有進入到他的這個位置裡面 所以你光看這上面有包含到什麼你知道 有包含到這個RC-135S 還有RC-135V 甚至有三架的所謂P-8A的海生巡邏機 還有一架的E-3G的空中運行機 還有一架的U-2S的這個所謂的偵察機 另外在這之外 還有六架的這個所謂的KC-135 空中加油機在這裡面 那你光看有加油機的概念是什麼 你知道他就是告訴你講說 我這幾架我就是長時間的 在這個海域上面飛行 我沒有要落地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光看這張圖 你就會發現到 美軍這些軍機的徵收能力有多強 你要小不要小看 這一個光點是一個飛機 他今天要徵收到中國大陸這邊 這邊多少海里 這個距離這麼長 這表示什麼你知道 我認為他的軍機大家就算過 我就說我其實他算過說 你中國大陸的這個所謂的炮火 你的這個火炮 如果要對這個飛機進行攻擊的話 你最大的射程到什麼地方 我認為他第一個 維持在安全距離之外 第二個他其實也告訴你講說 我其實有能力整體的徵收你 所以我的徵收範圍是強大 第三個 你從這張圖上面就看起來 這是日本這邊往台灣這個地方 其實他中間有很多的這個小的島嶼 你在在去年底的時候 日本就開始把這中間的小島嶼的部分 開始部署了其他的部隊 包含到他有飛彈部隊 他有電子戰的部隊 其實陸陸續續兩個一個兩個一個 他就用這個方式去交錯 兩個飛彈部隊搭一個電子戰單位 然後再兩個飛彈部隊搭一個電子戰單位 其實在這一線的小島上面通通都有 所以日本現在跟台灣這中間的這一條 已經不是一個虛擬的海線 而是實質上有一整條的這個防衛鏈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現在美日 已經在這個情資上面 還有他的軍事的這個合作上 其實早就已經很緊密了 美國很早就已經把亞太這一塊 很多東西是希望讓日本可以進很大的 可以幫到很大的忙 那這就會回到韓國 你記不記得在去 在今年的時候其實也談出來講說 美國其實試圖跟南韓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然後還講到說在南韓是不是有那個漁港 要幫他擴建 然後變成這個深水港什麼之類的 那南韓現在的態度 我認為某種程度會讓很多國家 對他會保持一點距離 就是美國可能也會考慮 如果你今天南韓的總統 在面對到這件事情上 你的態度是讓人家覺得說 哎呀不好意思我剛好休假 而且我休假的行程不能改變 到最後被罵了被刀了之後 他才跑出來講說 那我們來視訊來通話一下 那其實大家會覺得說 你如果今天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能不能成為可靠的盟放 我覺得其實對周邊國家來講 相對會來看這樣一個態度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當你中國大陸把這些事情 開始把壓力往日本推 我認為他當然要表態給大家看 你日本不要多管閒事 所以你看華春瑩他們講得很重 他說你沒有資格在這件事情上來講話 但有沒有資格的這件事 我老實說你看日本那幾個話 他其實講的 他不是說替台灣出氣耶 他很多的話其實是講的是 你對日本本身產生的威脅了 他站在他自己國家的立場來講 你說他也沒跟你講說 他只說對台海的部分 你不要再這樣子做了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說 他這整件事情其實加速了把日本 他一定更堅定的往美國那邊去套攏了 所以接下來整體的狀況來講 可能美國原先希望把亞太地區的盟邦關係 能夠建立得更緊密 中國大陸這一次的軍演 是不是相對的促成了這件事情 可能有些國家還在觀望的 可能有些人在看 他會發現到如果你真不手軟的時候 那我要不要尋求一個 能夠保衛我安全的方式 但我想多數的國家不會選擇說 那我就不要觸摸他 我就不要去弄他 這樣我就偏安 我不認為多數的國家會往這個方向去走 所以大家也說 包括現在中共的態度 也造成國際間的連鎖反應 因為可能是因為之前的俄武戰爭 很多人對於大國這樣的威脅性 大家都畫一個驚叹號 也很擔心說 哪一天會不會親門踏戶的 就來到我們家 我們要請教廷輝老師 因為現在中共的態度 已經變成全球的公分了 感覺起來 現在很多國家都來幫台灣講話 甚至也是幫自己講話 他們也不希望發生戰爭 包括白宮這邊 柯比就說了 拒絕接受北京借機創造新現狀 譴責中共不負責任的行為 包括英國的外交大臣 這邊也說北京激烈的回應 令人難以苟同 裴洛西的訪台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甚至連德國外長 德國外長也說 沒有辦法接受大國侵略 比較小的國家鄰居 也適用於中國 加拿大也是一樣 北約現在也是一樣 甚至連東協都是一樣 好 您剛剛說呢 現在包括了美國 歐洲 日本 東協製造出大反彈 這全部都是衝著中共而來的 當然 因為中國本來就是 國際秩序的一個破壞者 所以現在G7就是七大工業國 還有東協國家 東協十國 其實這些國家來講 原則上G7本來都是在管一些經濟事務 帶領著全球的經濟 因為七大工業國 主要是主宰這些問題 但是他已經把這個事情 弄到政治上來 而且針對中國而來的話 而且講得非常的明顯 這個東西來講 可能對中國未來 在進入到國際體系當中 不是那麼的有利 為什麼這麼講 現在美國正在領導國際社會 會在斷中國供應鏈嗎 那你這些東風飛彈 不就是需要晶片嗎 你如果台積電的晶片不給你 三宋的晶片不給你的話 你以後這個準確性 到底要怎麼處理了 那所以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東協國家 東協國家長期以來 來講的話 就是靠中國的經濟 安全要靠美國 經濟靠中國 但是連他們都敢這樣子 站出來講 不要說這一次 這個裴洛西來之後的 一個後續效應 那個外衣效應包含像印度 印度的國會議員 議長有可能要到台灣來訪問 然後在下個月來講的話 包含立陶宛 立陶宛的議長也會來 然後在很多國家 可能會起而效友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到說 台灣在最前線 那所以我們要力挺台灣 就有點像烏克蘭 這個概念一樣 假設如果說 我們不去力挺烏克蘭的話 那這場戰爭 是有可能發生的 因為他們看到俄羅斯 那俄羅斯也會跟中國 綁在一起 所以中國來講的話 真的是笨蛋 我覺得是非常笨蛋 為什麼 因為你的外交 你戰狼外交已經把你國家搞成這樣子了 那你現在來講的話 又弄一個這樣子對台灣造成危險 你以前還在講什麼兩岸一家親 然後你還在講什麼 那個共同生命共同體 現在呢 你竟然用這種窮兵獨武的方式 來對付台灣老百姓 那你這種 這種大家 信得過你嗎 相信你所講的話嗎 所以你在國際社會的誠信問題 也會出很大的疲漏 所以我認為說現在來講的話 全世界已經看到中共的真面目 這一場軍演 其實我剛剛講了 為什麼趕快 他們趕快民進收兵 跟他接下來要 連接處理的東亞問題 跟處理國際問題 都已經造成一個 我相信如果你再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11月有很多的會議 包含APEC 包含G20 還有這個RSEAN的高峰會議 等等之類的 會不會乾脆就不要邀請中國來參加了 你上一次這個環太平衡軍演 就被你 就被大家趕出去了 所以這兩次來講的話 你都沒有辦法參與了 在國際政治場合 你到底會不會被人叫你 退出聯合國也不一定 這真的很難講 大家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那你反而是不償失 那這個事情 我覺得中國的領導人 自己要想一想 但是現在如果這整個潮流 如果你中國再不改變的話 那不改變過往的作為 不改變自己的話 我相信你在用這種方式 來處理這個東亞問題 或處理台海的問題 那很多國家基本上 都會站在台灣這邊 所以當然世界看到中共的野心 也看到台灣的民主 包括法國也是一樣 中國駐法國大使卢沙也 接受了法國電視台的訪問 談到裴洛西的訪台行程 他就怒嗆裴洛西的挑釁無用 而且落狠話說 如果統一台灣的話 要對台灣人進行再教育 到底什麼樣的再教育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是不是反過來要教育 這個共軍這邊 我們要請教育會節 因為你看看 台灣駐法國代表 吳志忠接受法國電視台的專訪 上面打著什麼呢 台灣駐法大使 直接打著大使兩個字 其實剛才廷輝老師講的是 在國際上面的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 現在爭相想要來到台灣的訪問 那這些訪問無非是來證明說 台灣在國際上面的一個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 台灣不管是在晶片也好 在區域政治也好 或者是在供應鏈上面的一個重要 其實這幾天 因為裴洛西來到台灣訪問 我們台灣包括有非常多的政治人物 像林靜宜 她就私底下告訴我們說 她說她很懷疑 BBC現在是不是所有的編輯 大概都有她的手機 因為她天天都在接受到國際上面的訪問 那這個其實我們的駐法大使吳志忠也是 她過去呢 當然台灣 她也曾經接受過法國媒體的訪問 但是因為裴洛西來到台灣 她一天之內接受了五個法國的 這個國家的一個媒體的一個訪問 然後這次非常特別的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她這次是用台灣駐法國的大使 接受訪問 那她用非常流利 因為吳志忠大使呢 她本身是Sopon 就是法國的第一大學 她是政治學的博士 所以她的法文非常流利 那讓法國人看到說 一位台灣的大使 可以用流利的法文 講述台灣在民主上面 在國際上面的經濟 在供應鏈上面 對於全世界的一個貢獻 但是呢 因為盧沙野 她看到了一天之內 為什麼吳志忠上了這個法國的各大的這個媒體接受訪問 她也去吵 然後她也去這個要求法國的媒體是不是要給她訪問 好 那她就去要求了法國的這個BFM的這個電視台來訪問她 結果不訪問還好 那天的那個電視台簡直是把她當成一個小丑 因為她簡直是大放厥詞 儘管說她會講法文 但是那個主持人在她旁邊 她就問她說 那你到底是怎麼看待台灣 然後她就說 台灣在十節二十年前 事實上是支持統一的 結果那主持人馬上就說 這怎麼跟 然後她說 這世界都會改變啊 這怎麼跟現在看到大家都不一樣 然後她就繼續插話 插到最後 那個主持人其實是在嘲笑她 那個主持人問話是問不下去 然後她竟然還提醒法國人說 她說他們會把台灣統一了以後 再進行再教育 本來法國人對於新疆 對於人權呢 已經忘記了 就是很重視的嘛 對 他們非常重視 本來對於新疆的那個改造營啊 已經有點忘記了 在這件事情上 盧沙野哪壺不開提哪壺 又在提醒所有的法國人 盧沙野就是那個會撒野 曾經因為法國的友台小組 想要來台灣 他竟然寫了一封很不禮貌的信 去警告法國的國會議員 他就是那個人 所以這整個的訪問在法國的評價 人家認為說這真的是中國的小丑 在接受法國的訪問 相較於台灣的駐法大使 吳志忠他的一個優雅 我覺得現在中國在國際上面啊 不只是說在政治人物 希望說能夠來台灣的訪問 現在連媒體上面的一些專訪 包括我們三立的記者 也有非常多是接受國際上面的訪問 就知道說國際上面對於台灣 非常想要知道台灣 現在我們到底台灣人是怎麼想 我們台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因為裴洛西來到台灣以後 對於台灣產生了一個重大的改變 台灣人要對自己非常有自信 好 所以大家也說呢 這回裴洛西呢 來到台灣開大門走大陸 但沒有想到呢 國民黨裡面卻有立委 要求什麼呢 包括吳思懷就說 為什麼我們不比照韓國的做法呢 難道也要總統跑去休假嗎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台灣不就是要找盟友嗎 那如果我們自己都躲起來了 還會有人要幫我們嗎 請教委員 因為黨內的立委吳思懷就說什麼 為什麼不比照韓國的做法呢 沒有全面配合裴洛西的動作 是不是有美國政府事前受益 我們不得而知 至少要符合他們的國家利益 但如果我們真的像韓國一樣 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嗎 首先因為裴洛西在台灣 它是這個 反正就是整個有外交斡旋的一個行程 它也不是事先公佈的 那當然是我覺得台灣政府要怎麼反應 是這個尊重民進黨政府 但我要回到一件事情 當我們在講其他國家的時候 我們要了解那個 其他國家發生什麼事情 以韓國為例 韓國過去反正就是一個 曾經有很大的反美情緒 也很大的反中情緒 過去不管是光州事件等等 就只有美軍去支援全斗患燈 這樣有一些反美的情緒在裡面 但問題是這一次 隱石院很好玩 隱石院他在選舉之前 他是一個親美遠華的人 遠華就是遠中國大陸 中國這樣子 那為什麼他這次會改變 因為現在 他認為說裴洛西去韓國找 隱石院是要叫韓國加入 他四方晶片聯盟 那為什麼韓國不想加入 因為他SK大廠還有三星的大廠都在中國大陸裡面設廠 他們現在沒辦法去加入美國這個聯盟 所以他們現在有點尷尬 但是不是啊 朱宇文才說親美 那感覺起來無事後來就立刻扯他後腿 那感覺起來好像是 我不管你們國民黨說些什麼 反正我要講我自己的話 我也必須說 老實講今天朱宇文主席 他走一個叫親美的路線 然後甚至跟中國大陸保持比較等級關係 我認為是現在台灣的主流 那我也認為朱宇文主席走的是一個比較正確的方向 但我同時的 國民黨內部或甚至藍營的群眾 也有很多人對於美國是比較有一些想法或運言的 的確我也必須承認 很多會認為說裴洛西這一次來的時候 雖然來造成台美關係有另外一次的高峰 但實質的大家還會問說實質的帶來什麼東西嗎 那的確我覺得今天不是說什麼藍營的群眾在反對這些事情 或在這邊扯後腿 而是民眾也的確有這個問題 因為老實講的確裴洛西走了之後 我們面對的是現在看起來是一個 當然是大陸為什麼要去軍演或是射飛彈的事情 但我們現在生活我們也很困擾 即便他們這個飛過我們頭上沒打進來 不是啊之前常常擾台我們也覺得蠻困擾的 但擾一擾的也習慣你知道嗎 他每天就是造成一個困擾 你就是一不去跟他講 他就每天都來騷擾你 所以我覺得整個態度都要表現出來 然後包含這困擾也不行 老實講我認為就算是現在 飛彈飛過去不空氣急 不知道大家我們知道原理是這樣子 但每天這樣走 包含我們飛出去的飛機都要改航線 這樣的生活其實是非常非常老民 所以回到現在的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當然我覺得國民黨的 有不同的群眾必須照顧 但是還是最後最後回到現在 我們就是面對一個窮兵獨舞的一個對岸 那他就是對我們釋出他的棒子 所以我們說要找朋友啊 找朋友來幫忙 當然朋友願意幫忙是最好 包含日本說台灣有事他們也要幫忙 類似這東西 其實我覺得都不斷解 沒有辦法前一段討論到世界各國 包括歐盟等等或東協 支持台灣或反對老共這樣子 所有軍事武力的威脅 但是回到這個這是第一步 那接下來第二步假設未來不小心 查槍走火了 那有更嚴重的軍事威脅的時候 那實際的幫助會不會來 這也是我們目前要觀測的 那請到將軍喔 因為我感覺起來今天曹新城的這個30億元喔 比國民黨裡面很多人還有尬值 30億啦幫助台灣的國防 這當然喔 其實我在飛彈演習第一天我就講了 我說既然把飛彈的落彈區壓到我們的領海 我說忍無可忍無需再忍 那當然我以前的老長官其實他講的退江就是我啦 他說難道你要跟解放軍持球對決嗎 難道你要森林塗炭嗎 難道你要什麼什麼 文官不愛財 武官不怕死 這個國家才有救 我跟你講我會跟我老長官報告 你我雖然都脫下軍服 可是我們心中的軍人魂 跟我們骨子裡的軍人的骨氣 不能隨著退骨而消失你知道嗎 如果連軍人都未戰 今天總統要去談判 外交部長要去談判 說國防部當我的後盾 你要挺我 別鬧了 我們打不過他啦 這不是森林塗炭 這怎麼打下去啊 別鬧了別鬧了 他拳頭這麼大我拳頭這麼小 別鬧了別鬧 那你回家吃飯 你根本不要當軍人 所以我講我有講錯嗎 這是以前你們教我的 我在馬祖在外島 九六台海圍巾 你怎麼教我的 你教我寫遺書 你告訴我說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擔心趙漢青 現在你老了 你的漢青到哪裡去了 對不對 我還備役 我還沒有退役 你們都處役了 你們不敢講 我敢講我錯了嗎 所以我當時在臉書 發布這個事情 我跟你講現在破萬 按讚您破萬 那吳思淮的漢青 跑去哪裡了 他的漢青 跟著飛役一起 對對 到那邊 到沿海去 不能這樣子 真的不能這樣子 以前你們這樣教我們的 武官怎麼能怕死呢 而且沒有 我們都退了脫校軍服 我們脫了軍服 沒有人把我們當老百姓 因為我們是退將 我們是被役少將 你是退役少將 我們永遠代表了中華民國軍人的魂 那個軍人魂如果消失了 如果連軍人都退縮了 老百姓的保障在哪裡 這一次的軍演壓到我們的銀海 我不能講話嗎 國防部長要顧全大局 總統要顧全大局 我是一個退將 我當然要把我們心中的憤怒 軍人魂的憤怒 要把全民的憤怒說出來 所以錯的是誰 我覺得老百姓很清楚 大家很清楚 誰錯誰對 我對於所有百姓 不會因為我的離開軍隊 而沒有保衛國家的自信 這是一輩子的責任 永遠都會被拒絕